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B站 对我来说都是重度用户 大概是这样 在此之前我们惯例 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节目 多多美洲系股 是一档 是我推出来的一个 每个礼拜 会介绍一些公司 然后做一些股票的分析 我们特重于 这个叫价值投资 发现市场当中的一些 被低估的 或者是极具成长性的价值股票 很少做投机行为 偶尔可能会有一下 然后我的主业 并不是做股票的 我们公司主业 是做餐饮管理软件 做了很多年 叫意识软件 所以这是我的敷衍 所以大家要多理解和支持 我们不会有特别多的时间 那么这档节目也是 因为想出于疫情当中 想要多帮助一些身边的人 包括尽量能帮助一些值得的人 这是推出这档节目的目的 也比较 也没有私心 然后我也自认为 我可能对这个 这个开公司很多年 特别是开软件公司 开了非常非常多的年 然后我会觉得 全世界最难做的生意 莫过于开软件公司了 尤其在中国 那么正因为这样 所以就多年来 形成了很多思考的习惯 对各种各样的公司的评价 因为我们是做解决方案的 所以自然就会对很多公司的 生意模式发展前景 对吧 因为你要去给别人做顾问 所以你就得非常的 有那种叫深度思考能力 正因为这些能力 再加上深深的知道 经营一个公司有多难 这些事情用来分析在各种行业的时候 它就会其实是会比较有用 至少我自己是这样认为的 那过去的经历 其实也基本验证了这一点 我应该还是能够大大跑赢 大多数的机构的 当然这个问题还需要在熊 如果有熊市 在熊市当中也需要得到验证 那才能真正的说 是不是非常厉害的价值投资 对吧 那么好 按照惯例 其实还要再对这一期节目做一个说明 本身可能会停下来 那为什么要加这一期呢 是因为关于Rate这个事情 那我觉得也有必要讲一讲 再加上神雕侠侣 这两个公司 我其实真的是很想讲给大家听 我的认知和看法 所以敢在中国农历过年之前 来跟大家做一期介绍 所以这是既然发起了一个登月计划 那当然要做一期节目 对这个登月计划 再做一点稍微详细一点的 这个说明和报告 好吧 那同样按照惯例 我们需要回顾一下 这个往期节目 在上周 我往期节目推荐的一些公司 或者分析的一些公司 在上一周的这个表现 简单回顾一下 Rate呢 其实REI Rate这个公司呢 我们在第四期节目之后 都已经有介绍了 当时 当时介绍Rate的时候 股价只有 反正五毛吧 对吧 五毛 五毛或者六毛 反正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价位 那我其实是在Trump 确定离任的时候 我其实就已经把REI就清掉了 我说当时我也发过帖 所以没什么念想了 我就走了吧 但没想到后面分回路转 那分回路转的原因 我等一下再来做介绍 简单来说 就签了几个总统令 产生了一个重大的 这个转折和影响 等一下再讲 那上一周 REI的 其实没几个交易日 对吧 所以我们的推荐 没几个交易日 REI的周涨幅是26% 那么 我们在第 第几期 我不记得了 反正就黑风霜霜那一期 我们介绍的DM HDO DM在上一周 录得 36.05%的涨幅 非常的惊人 那REI我做了一些 不是DM我做了一些减仓 我也发了一些帖子 做了一些减仓 但是我有一个 还有半仓 然后我就放到那里了 因为那个半仓 已经是负成本了 那么 我其实是 关于这点就展开来介绍一下 很多时候你一定要相信 就是你卖了 你卖了它还会长 对吧 这是一个常态 你买了 它还会再跌 这也是一个常态 所以我通常会养成这样的习惯 如果我问自己一个问题 卖的时候 如果卖了它大涨 你卖不卖 如果答案是 我也卖 那就可以卖了 那么实际上 DM也是属于这个情况 我知道它会涨 但是我基于通盘的考虑 我需要 我需要腾一些仓位 我需要控制风险 我需要各种需要 我需要去买一些 我认为特别便宜的东西 那所以 它即便会大涨 我也会卖 对吧 那因为相比于别的东西 我都不舍得 那所以 那就是它了 所以 这样会心态会比较好 会比较平和 这是 但是 但这是我的做法 那仅供参考 实际上 我 如果你单纯从DM 这个公司 在上周的这个表现当中 如果你要问我 这DM大概率是涨还是DM 那我说大概率是涨 涨 涨尾卖 对大概是这个意思 好吧 那么 然后 我们有一期节目 介绍了那个 军工三眼 对吧 然后上周 我也给军工三眼的 其中的两个股票 给 给付了一个 一个 比较形象的人物 那其中 呃 这个Coda Reda 那个Coda CODA CODA的涨幅 比较比较近人 大概有百分之 周涨幅百分之三十二点三 是吧 Reda涨幅是百分之十一点八一 啊 所以涨得都不错 嗯 然后我上周 呃 这个 兑现了我的承诺 然后我去买了一个 呃 这个基金啊 那一个主动基金叫ArkG 啊 我在上一期节目也交代了 嗯 ArkG 呃 在过去的一周的涨幅是六点八四啊 意思意思买了一点 然后 郭靖杨康那一期我们介绍了杨康 WATT 在上一周的涨幅继续 继续有涨幅啊 涨幅有有十三点四七啊 大概是这样 嗯 然后 嗯 上一周表现比较出色的是 我们有一期节目就桃花地址和江南七怪啊 其实就江南七怪的部分 涨得比较厉害 比如说 嗯 嗯 那个 RSI 就是 柯真二 飞天蝙蝠 柯真二 涨了百分之十七点二八 然后 朱冲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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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涨了百分之五十八 很惊人 Skills 百分之五十八 然后 韩晓银 Poach Poach 涨了百分之三三 嗯 嗯 然后还有就BFI 张阿森就是那个汉堡包公司 啊 终于涨了百分之十八点五七 那么 简单的交代就是 嗯 江南七怪我 我现在还只有 不好意思 江南七怪我现在还只有 呃 两个我比较喜欢的 一个就是汉堡包公司BFI 嗯 目前刚解到 所以你说便不便宜 我说其实也蛮便宜的 理由也很强壮啊 啊 那我就不展开来讲了 然后那个 呃 AMCI 就是 现在已经合并完了 就是ADN 对吧 就是呃 南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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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的一周 他其实合并 合并了之后 他其实是 没怎么涨 啊 但是我也比较喜欢 我继续持有 那几个大涨了 其实已经没有了 啊 因为本身就就仓位有限 买的也很少 很呃 就就就就走的也比较早 很正常 然后包括稀土在内 MPMP 上周也涨了10% 呃 但是我上周已经清仓了 就大概是这样 那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有期节目介绍的是爱立信和小米 其实介绍的就是爱立信 对吧 那爱立信呢 涨了5.45 呃 小米呢 跌了6.85 其实小米我是看空的 然后我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一些帖子 就就就在讲小米就没有理由涨啊 短期啊 短期没有理由涨 所以我有三张做空的期权啊 啊 那为什么不能讲太清楚是因为我并不想在节目里面去跟大家去介绍期权的操作的部分 因为他真的是非常高风险真的是比较难判断 对吧 这个涨跌幅度太大的时候 这个心态是很难把握的 那我是抱着 我是抱着必死的 每次都抱着必死的方式去买的啊 但还好 这关于小米的这个判断我是非常非常准确的啊 非常非常准确 因为做空非常非常困难 尤其是要去做空那种就粉丝就死粉 中粉啊不叫死粉啊 中粉 中粉群体 巨大的中粉群体量的这些股票做空是非常困难的 对吧 但是逻辑强壮啊 上周小米录得6.85的跌幅啊 那对我的做空期权来说其实是 嗯 赚的还是不错的啊 还可以 那爱丽星呢 是是爱丽星 爱丽星也应该尝一尝啊 就大概是这样啊 啊他盘中有一度 他应该也是受阶密事件的影响 因为阶密事件影响了 诺基亚 诺基亚和爱丽星是一个对标的公司 所以诺基亚拉一下爱丽星也拉一下 就大概是这个逻辑 嗯好吧 那本周有一些展望 本周一些大事件的展望 我觉得呃第一个我们还是要比较严密的去关注呃 那美股大盘的一个强弱的一个一个趋势 因为现在有点像是在高位震荡 到底往上还是往下还是继续震荡还是怎么样 对吧这个是是有待观察的 那看起来有一些 我我上一期节目我们也介绍了就是大盘的整体的利空的要素非常多 那利多的要素比较少 嗯 据说1.9万亿美金的刺激法案已经已经基本通过了 那要看执行的情况 那么这个可能是能够让美股美股大盘维持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 甚至说不定还能往上一阵的一个原因 嗯 那我们上一周其实是对大盘的这个判断 就是我上期节目对大盘的判断是比较看空的 那实际上上一周的表现并没有并没有出现显著的下跌 或者是盘面表现就还是比较波澜不惊的 嗯 那么 那 那所以我说短线没有人是百分之百准确的 不可能 对吧 嗯 那他但我总觉得是有蛮多的 危险的要素信号 因为我昨天我昨天和前天我也比较呃 周末的时候我也花了一些时间来翻一翻我过去的一些看的一些股票 嗯 嗯 那个 我 我严密 就是我严密持仓持仓的对象我其实一直有看 但是我还有一个观察一个范围比较大的一个观察的列表 这个观察的列表我去查看了一下 我我仔细再再看了一下我会发现 嗯 真的 真的很少有我认为便宜的东西 所以这其实是真的是比较危险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也许称之为叫看多不做 看空不做空 也可能是这个 但是我们要保持警惕 啊 所以这也意味着策略上 我会更加的去 在策略上要要小心保守 哦 对吧 大概大概是这个 这个意思 呃 供大家参考吧 好 那么本周另外一些一些 就是我们看就是这个刺激法案 呃 这个落实的情况怎么样啊 对吧 这个是影响大肆运行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当然疫情的呃 情况也是我们要持续关心和关注的 大概是 那管理广告时间 广告时间就是呃 我们作为这样的一档节目 呃 也也是也是希望能够帮助到 您做出更好的 呃价值投资和判断 也非常高兴 如果我们这一档多多美洲西股 这样的一个节目 不光帮你赚到了钱 啊 有时候也不一定好 但至少是呃 呃 拖砖引玉 啊 让让你有更多的思考 呃 这个钱多都是这样想 这这样分析公司啊 是考虑了这些要素 对吧 这这套方法论 呃 以及相对比较全的一些维度 来来做一些分析和判断 对吧 然后基于很多很多常识啊 就因为每个人常识还不太一样 那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那么我们也需要呃 可能也需要你的帮助 当然 呃 呃 称之为呃 如果你方便或者是 如果正好有这样的机会啊 所以所以可以帮我们看 留意一下 呃 你周围的餐饮的企业的老板 对吧 你能接触到的一些餐饮企业的老板 或者是餐饮行业的一些 一些供货供应商啊 信息服务提供商啊 可以如果有机会可以帮我介绍一下 把我们的呃一些公司的介绍 那通过关注我们的意识软件的公众号 把我们的一些 一些 这个文章啊 介绍啊 解决方案啊 可以顺手转发一下 做个介绍啊 这个 当个红鸟 大概这意思 这样就非常非常感谢 这个就是我的广告时间 嗯 然后我们今天再再往下讲正题 嗯 谢谢 嗯 其实上一期节目我们就已经有关于 呃 那个 这个叫 GME大战 呃 华尔街 啊 那个 这个 避空 把空头都都打爆了 一个 游戏一战这样的一个呃 呃 称之为 时代没落的一个 嗯 典型性的公司 对吧 然后被 然后被 股票市场被被人做空 嗯 然后 大家 就是 就是有 但这个公司有很多情怀 那呃 呃 呃 承载了很多人的记忆 对啊 因为这个这个这个游戏的专卖店 呃 他曾经有非常非常多的多的店铺 然后 伴随着七零后八零后 呃 呃 他的 成长的这个 这个叫幸福时光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吧 但是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啊 大家不要想的太简单了 实际上 嗯 这个是散户把空头打爆了 我是不信的 特别是 特别是 嗯 当一个几十块钱的股价的一个股票 被拉到四五百的时候 这不是 这绝对不是散户的行为啊 当然散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它是一种情绪化的因素 以及 它是一种代表的是一种一种 声音力量呃 呃 象征性的 那背后其实还是机构在起作用 或者是 呃 这个这个手握资金 手握定价权的那些人在起作用 这这肯定也是肯定的 嗯 因为GME 那个 当被做到几百块的时候 它它对股价再次的 呃 不断的提升 它所需要的资金量是非常大的啊 嗯 正因为这样 那你也可以看到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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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那个什么公司 呃 呃 具体名字我不太记得了 它其实有预先的买了买了900万股 放在那里 对吧 那那它当然 嗯 然后再通过呃 呃 然后去把这样的一个火点起来 对吧 这个时候大家的关注焦点不是他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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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付了900万股啊 啊 最后变成了多少钱 这焦点是 它变成了一场 嗯 正义之战 对吧 它变成了一场 但我从这一点上来说 我高度同意和赞成 对吧 这这帮家伙真的输不起 不要脸 呃 呃 把网线啊 限制交易啊 直去买股 这样的事情全干出来 嗯 反正最近的 呃 过去的这一年到现在 这个美国发生的很多事情都让人大跌眼镜啊 包括这样的 明显是有备于呃 市场公平交易的这样的一个原理 对吧 呃 这个 事实上任何以保护散户的呃 这个叫叫叫叫权益 保护他的那个所所谓的风险 权益这些以保护之名限制交易 其实就策略了耍流氓 这就不用 就怎么洗都不可能洗白了 就是你有点常识你就应该知道 对吧 这个这个太夸张 那当然我也会认为 嗯 这个事情还是有非常多的启发的 然后呃 我也会觉得这个时代在发生变化 呃 什么样的变化呢 是说 呃以前就是机构 机构掌握资金掌握短线的定价权 掌握信息 呃 包括掌握媒体 掌握通道 那 他们就是镰刀 呃 他们就是 呃 刀主 散户 我们 我们就是鱼肉 对吧 呃 真的 呃 这个游戏规则可能会发生变化 或者正在发生变化 因为呃 我们通过很多方式 比如说 嗯 What's your best What's your best 是个是个论坛 对吧 然后我们当然也会有APP 我们也会有群 我们也会有 有有 有 有富途 富途这样的社交属性 对吧 然后我们可以形成自己的大V 啊 我我我觉得我我也会 我我是一个大V 或者是我 我肯定能变成一个大V 我现在还不是 我也肯定能变成一个大V 是吧 呃 比如说呃 你看ArcG 啊 就Arc大妈 他他也已经 从一个 呃 一个 一个比较ordinary 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机构 他现在变成了一个 嗯 呃 流逼到亮闪闪的一个机构 啊 对吧 那你说他真的有多厉害 可能未必 但嗯 他符合了这些新社交的新属性 他成了一个意见领袖 啊 同样的意见领袖会提前在 那个Spark之王 或者是 呃 那个马斯克 对吧 说一句话 就就狂吵 然后我也注意到 有有有一个 有一个什么Spark闪电 呃 呃 一个什么节目啊 那里面一讲 哇 所以他这个这个在发生变化 这些变化是有什么来的呢 是是由于意见领袖啊 啊 大V 再加上呃 有一批呃 忠实的追随者 呃 忠实的追随者就意味着他们足够的团结 呃 足够的 呃 无脑买买买 对吧 足够的团结 足够的呃 呃 忠诚 这样呢 他就会形成一种全新的力量 这些全新的力量 可以把那些传统通过算法 通过规律 通过通过这种机器 所谓的软件交易 软件程序 程序化的交易的方式 呃 呃 来稳定的收割利益的 这种也是不太不齿的 这样的一种方式 实现了一次呃 突破 实现了一次撕裂 实现了一次冲击 是吧 我不知道 实际上我也不太清楚呃 呃这样的一种趋势和变化 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呃 也许那个GME的事件 最后还是会成归成土归土 但是呃 这个过程是会让呃 我们会看到这个过程的意义是非凡的 同时我们也看到 是这样的过程折射出来的 呃 折射出来的这个世界变化的趋势 或者叫呃 机构投资呃 呃这个 这个证券呃 呃这个股市的很多原先的规则 正在一点点呃 呃被被击碎呃 一点点被瓦解呃 呃呃 形成一个呃 新的游戏规则 当然我也不太确定 它是不是一定能形成新的游戏规则 呃 因为你也可以看到传统那些 那些机构 他们的呃 呃 还是要努力去为维维细他们原有的这些 这些方式方法 就是谁谁 这很正常呃 呃 既得利益者通常会努力的动用各种资源 来维系他们的既得利益 对吧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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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显我们 我 我都能发现 啊 当然我水平也不是很差啊 我能发现有很多严重被低估的东西 他就是不发现 然后你就得等 三个月四个月五个月甚至半年甚至一年以上 然后他才能提前 那 难道他合理吗 不 他最后是体现了 难道他合理吗 我 我当然认为他也不合理 对吧 那为什么会反应那么慢 为什么要那么严重的被低估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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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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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个 这个世界在变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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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试着说 你看兄弟们 你看姐妹们 我找到了一个 那么好的一个价值观点 他们就刻意的在做空 或者是他们刻意的 他们刻意的不发现 或者刻意的做空 或者是刻意的压低股价 那我们为什么不去 一起去把这个 把这个底操上来 然后我们一起 对吧 fly to the moon fly to the moon 这个现在比较流行 我们直接把它 把它射到 射到月球上去 大概是这样 我们是可以 试着我们干嘛要做一个 被人切碎了 割的韭菜呢 对吧 然后或者说 你得有超长的那个忍耐力 你得有极好无比的心理数字 你才能赚到钱 不是 我们 我们 也许未来 在这个 这个整个金融市场 股票市场里面 就会出来很多 类似我们这样的 这个松散组织和团体 你觉得我讲的对 那你就follow me 对吧 你就跟着我 咱们一起去 咱们一起去干 对吧 实际上这也没什么大不了 因为机构不也是干这事 那为什么我们执法形成就不行呢 对吧 然后这也不是说 这本来就是任何动作都是带来双面性的 它也带来风险 判断错了 那就那是就是要输钱 判断对了我们就应该赢钱 只不过我们希望在这种力量对比的过程当中 尽量减少一些不公平的竞争的条件 就是说对等条件 我们尽量把它拉平一点 对吧 那如果有十万人follow me 那我们会说 我找到一个 然后价值瓦底 然后把理由讲清楚 然后大家觉得 这个是挺有道理 然后我们更 那也会 前提是够团结 也会对 把他们给KO了 大概是这样 因为整个市场的力量 是 总量是非常大的 但是 也是足够分散的 问题就在这 好吧 所以我不觉得 所以这个Ray 我找出Ray 然后把他的理由列清楚 来告诉大家 然后我会说 我们的团结提前在说 一旦这个design已经做完 这个设计已经做完 比如说 记住两件事 一件事就是10天 10天之内 大家都要做到 不团结 结果肯定不好 对吧 所以10天之内 我们都是 只买不卖 就是这样 就保证 我们的 我们只有 足够一定数量的筹码 而不是 而不是 变成 方向不一致 然后 他就会 影响更多人的决策 就大概是这样 所以我们要做到这第一点 第二点 我们就是要把这个价值 本身这个是讲清楚的 这个文章 要多发给别人看 以便于让更多的人来判断这件事情 是不是被一个挖地的问题 对吧 就大概是这样 至于10天之后是怎么样 这个谁都说不上 因为它是一种预先设定的一种 一种 一种规则 预判 10天之后还是 10天之后是不是 不嫁会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 实际上我也不知道 也许有人会先跑 对吧 那 反正 就如果是这样 那我们以后这样的人 就 就尽量不要带着 带着它一起 可以 这样就不太好 因为这样就 就会 力量就 又 又分散掉 但 你10天之后 不见得 就 就 就本身这个锐这个股票 也不是说不能尝试 我从来没说 它就是一个投机品种 如果像GMB这样的投机 那真的是挺投机的 那 的确是 你让它 这个 维持 随便说 维持 一个月再500块的价格 这个 太困难了 对吧 但Ray不是 Ray的理由非常强壮 你 你现在 简单来说 它的历史最高价是20块 对吧 那 你说 现有的这些 背景 这些 这些未来要发生的 这些事件 使得它 创出一个历史最高价 你觉得合理吗 我觉得它有合理之处 我只能说 它有合理之处 所以 我倒过来来说 它的 作为一个 产油 产油的一个 一个 油井的公司 例子最高20块 现在是 就最低是五毛钱 你觉得合理吗 对吧 五毛的时候 那么久 那么久的时间 你就觉得它合理吗 那为什么20块 对吧 那我一直在20块以上 那怎么就不合理了呢 因为你去现在 你去看看国际油价 以及国际油价的未来趋势 是不是 好 所以我们就 就反过头来 我们来讲一些 Rey Fly to the moon 对吧 把Rey的国家 射上月球 它所有背后的 我认为 我看得见 背后的一些要素 我会认为 第一个最重大的 环境要素是 天使的部分 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 所以天使的部分是说 呃 原本 这个 所以上期节目也讲了 民主党执政吧 就是有重大的特点 就是打左灯 往右转 对吧 那 就 很多政策 就会造成的实际效果 就会是跟他政策原有的 呃 他鼓吹的那个方向 发生了重大的 呃 这个 这个根本性的变化 根本性的背力 那 你看石油股价 呃 石油的 呃 价格 包括气货的价格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因为你看 他说 他一脚 一脚刹车 直接踩死 他就是 类似这种行程命令 所以美国越来越像中国 一脚刹车 直接踩死 就是什么 拜登签署了一个法令 啊 在此之前 他上任第一天 上任第一天 干了一件什么事 上任第一天 把加拿大到美国 或者美国到加拿大的 那个石油输油管道 叫kingston pipeline 直接就停了 不管后果 不管后果 把它停了 我们上一期节目已经讲了 然后你就会说 哇 这他妈的 来真的 就这么干 对吧 好 第二件事情 后来 就上个星期 又发生了一件事情 拜登说 签一个总统令 已经签了 怎么生效 还没确定 已经签了 就是 在联邦的国土上 包括水域上 也就在 全美国境内 不许新挖 新的油井 哇 你看 美国的页岩油技术 那流逼到量 原来 我如果印象没记错的话 人类对石油资源 其实在 在我 在十年前 在十年前 有一个讲法 就是 人类的 地球上的石油储能 只够人类 在用 五十年 然后 我们要多么的忧虑 那以后能源没得用 反正BBB 就各种 各种 各种 吓人的东西 对吧 就大概是这样 那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你看 随着技术进步 美国十年前 或者是 四年前 五年前 反正 以前 美国是 石油进口国 所以呢 他们都说 就是 国际社会 都说 都怀疑 阴谋论 说 美国去打伊拉克 那就是为了 中东的石油 那实际上 结果肯定不是 对吧 因为 并没有把中东的石油 据为机油 就大概是这样 所以 Anyway 这个不是太重要 但是 但是这个问题 问题在哪里 就是 实际上 石油够不够用 是 当你的技术 发生突破的时候 液烟油技术 突破 液烟油的原理 我就不介绍了 液烟油的技术 一旦突破了之后 其实油 石油的储量 就会大大增加 大大增加 然后美国突破了 这个石油 液烟油的技术 就一跃成为 最大的能源出口国 对吧 那就能 能把液烟油 这个 这个 石油生产出来 然后不仅 供美国使用 可以 供给全世界 其他国家的使用 哎 那这个问题 就发生了各种的逆转 那石油的价格 石油价格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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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油价 就会持续下跌 那国际油价 持续下跌 那对中东 特别对俄罗斯 就很不利 对吧 对他们的经济 就很不利 因为他们 非常 非常依赖 石油的经济 包括 维瑞尼拉 这样的 这样的国家 影响很大 那么 如果一个 巴黎气候组织 什么碳排放 等等 新能源 如果要用这样的方式 一脚刹车踩死的话 就是 美国 美国 美国把手 手脚绑起来 就 我有牛逼到量 上的液烟油支出 我不用 然后不许开采 那 那谁开采 那中共开采 吧 俄罗斯开采了 那 那 供求关系 就会又回到过去 又会发生逆转 那一发生逆转 石油价格一定会长 这不用讲的 因为 还是一个供求关系 就是 供不应求 或者是说 欧佩克组织 就会变得 异常的强大 对吧 然后我们大家 一起开个会 你看石油价格保增长 对吧 你看 在特朗普的 最后任期的 那几个月 那 欧佩克多 多胆战心惊啊 都受不了 为什么呢 因为 它得协调多方 大家一起来 减产 也不见得能够 稳定油价 对吧 那 WTI 油价 一度跌穿成 复制啊 也就是说 你拿几个桶 跑到 跑到 那个石油仓库 那儿去 然后 你装完几桶石油 人家每桶 倒贴你 15美金 我记得不是12 就是15 反正就负的12 还是15 我已经忘了 就这意思是说 你拿着桶去灌石油 人家还给你钱 对吧 这个你说多夸张 好吧 所以这个就是 天使的部分 发生了变化 如果一旦 不准开采 新的油警 在美国 那么 我记得油价 一直 一定会一直涨 而且一定会涨到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是120块 我印象当中 油价最高的时候 是120块 那你说 会不会到120块 我说 好吧 打个车 打个八车 可能也会到100块 所以不知道 但是 我在这种情况 被强力执行的时候 我相信 油价没有下跌的 重大的利空的要求 你看疫情 或者石油需求 石油需求 短时间下不来的 对吧 最多 从需求量上来说 最多每年 维持平衡 或者是 略略低个 跌个5% 就是已经了不起了不起了 所以 这个通过欧佩克 这样的组织 通过适当的控制产量 就能够维系好 一个国际油价的稳中 稳中待长 对吧 你看这个拜登 他倒不是给俄罗斯送一个大礼吗 对吧 不是给委任内拉送一个大礼吗 对吧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 那第二个要素是说 那我们就 就大面上来说 其实对很多石油公司 就现有的成量的石油公司 特别是美国的 现有的成量的油田公司 其实 获得了一个重大的利好 但是 对谁来说非常不好呢 就是石油勘探公司 就原来是去挖井的 这些公司就会非常不好 因为不许开采来 就意味着他们没有 没有探矿的需求 也不允许去探矿 所以 对吧 对他们来说就很糟糕 但对 已经有很多油田的 那个石油公司来说是美好 因为他其实是 通过行政命令 有选择的说 你可以做 他不许做 那 那本来这是市场力量 现在变成行政力量 行政力量就是 恭喜你 你家的油田很值钱 对吧 然后 我帮你垄断掉了 你后面的人 你就别来了 就大概这意思 那你说 对现有的石油公司来说 会不会重大利好 当然是 好了 好了 你本来是 你会觉得 我什么时候破产 现在直觉的话 这个一夜行过来 我要都背黄腾打了 就这个嘛 对吧 你看你倒过来 你想一想 你站在 你现在是个石油公司的老板 然后你家有石口油井 好不好 然后你说 你隔壁村方上的 本来那个小张 小张说 他想要加石口油井 然后他生产出来的石油 他打算给你拼一拼 价格 对吧 现在小张被政府给一把摁掉了 不许开台 对吧 然后大家只能问你买 那你不是笑不动吗 道理 道理就这个道理 很简单 然后在这么多石油公司里面 对石油公司产生了重大利好 对吧 然后在这么多石油公司里面 我们要去找一些标的 那还好我以前做过大量的功课 关于石油的行业里面 我找出了两个标的 最重要的两个标的 我找出来了 另外一个我就先不讲了 瑞士其中的一个 我比较喜欢的 因为你看他有一件 然后从这个事件了之后 我再回过头来去看 去评估它 然后我会发现 哇 这个简直是 不光公司很厉害 公司很让我欣赏 作为一个传统石油公司 我比较欣赏 然后他居然这个 这个人品大爆发 这个运气超级好 然后坏事能变成好事 你看第一件事情是 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意味着石油的需求量 最最小的时候 意味着WTI那个期货交易所 或者是说那个原油库存 已经塞到爆的时候 然后也意味着 大多数的 我也投资过一些 邮轮运输的股票 那些邮轮都飘在海上 一动不动 里面装满了 极其廉价的石油 听在那 对吧 这就是 这个就几个月之前的事情 是不是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好惨 那些石油公司 因为 比如说美国的业员有 我们有很多 很多技术生产出来的石油 比如中东的石油 是最便宜的 原因是 他们那个 哪把锄头在地上 挖两下 石油就爆出来了 那你说他成本低不低 我比较夸张的 举这样一个例子 石油成本当然很低 据说他们的石油成本 是八个美金左右一桶 然后 然后第二个 俄罗斯生产的石油 他们 他们的石油呢 生产的 他们也是比较容易开采的石油 广袤的西国亚地区 他们的石油开采的成本 大概在十 十五块 差不多 可能类似是这样 就是超过十五块 他可能会挣点钱 就反正 十五到二十 anyway 我不是特别的 确认的太清楚 对我 大概是这个范围 然后呢 美国的页岩油技术 产量很大 它 它在 因为页岩油技术 它就 石油天然气 都存在 那个 岩石的什么 夹缝里面 类似是这样 然后通过 什么样的技术 使得 它能被 收集和开采出来 那么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它的 它的 它的开采成本 其实是比较高的 随着 一开始 页岩油技术 推出来的时候 大概要 高达六七十 美金 一桶的成本 但随着 这个技术的进步 和 产量的提高 成本也是 急剧的下降 到疫情前 据我的研究 几个公司的 页岩油 开采技术的 每桶成本 已经大概降到 三十以内 就三十块 美金 一桶 以内 这也就是说 全球现有的 石油开采技术 成本最高的 页岩油技术 产量很大 页岩油技术 大概就不会超过 三十美金一桶 这就是状况 现在国际油价 多少 接近六十美金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就大概在这样 一个范围 而且 你去看 WTI原油的 就期货价格 就已经是 自从 自从签过 那个就一字往上 签过那个 从头银就一字往上 就当然是 那么 所以 这也会是说 这个 这个 Raid 在这样的 一个背景底下 就是在 石油 期货价格 跌到负值 在最困难的时候 Raid这个公司的 它的成本控制能力 以及它的危机应对能力 它就快速做成本控制 快速应对这样的危机 使得 它在 疫情最严重的那 两个季度里面 几乎都没亏钱 甚至 有一个季度还 略略赚一点点钱 所以 我会说 印象当中 美国公司 大多都是 大手大脚的 就花钱都是 大手大脚的 就是说 当然也有可能是 我们这个 这个可能叫 存在一种叫 幸存者偏差 我们看到的一些 大公司 什么Google 那个食堂走进去的 是怎么样的 对吧 那个 那个 办公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 对吧 也许受这个影响 但是 总的来说 美国人也是 不 不那么 就是美国公司里面 太会精打西串 不多 那Raid 我会觉得 但你说一个公司 要不要精打西串 当然应该需要 对吧 因为它也 这种 这种管理 也是比较经济化管理 然后也是 也是一种竞争力的体现 从这个方面来说 台湾人很厉害 台湾的公司很厉害 台湾公司叫 budget control冠军 成本公司做得非常 非常厉害 对吧 所以Raid这家公司 成本控制的能力 令我 就就就 让我打电 不是叫打电 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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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个赞 就是这个 不像一家 美国公司 你知道 不亏钱 在那样的情况下 都不亏钱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 这公司的管理能力 以及随着这个 大环境变好的时候 这公司 第一个 这个公司不会是 第二个发展起来 就会 就会 大家比较有信心 对吧 它能发展好 正因为这个原因 大家要能理解 在WTI原油价格 跌层 复制的情况底下 我去买了 Rate 我肯定在那个时候 我肯定会特别担心一件事情 这公司会不会破产倒闭 因为那个时候 那么多的石油公司 特别是页岩油的公司 特别各种小公司 都是处于一个战战兢兢破产的边缘 我看了很多很多石油公司 所以我会认为 就是我不敢出手 是因为我怕它会破产 的确 肯定 在这个过程当中 肯定有一些 我看过的公司已经破产了 无庸置疑 扛不住的 肯定扛不住 生产一筒就亏一筒 对吧 那么 瑞士 我在那个时候出手的 就意味着我对它做了 极为充分的风险评估 它是一定不会挂的 当然果然 然后好 所以 这个事情使得 现在 现在好日子终于来了 天上掉馅饼了 掉了一个大馅饼 对吧 那肯定是 很棒 那么 第二个 它运气也很好 它在2020年的10月30号 就是几个月之前 三四个月之前 它本来是要去 处置一些 邮警的资产 就是这些邮警 暂时 因为没有需求 暂时不生产了 然后我把它 打起包来 卖给一个投资者 或者是 这个交易 应该是在疫情前 就已经在谈了 在疫情前就已经谈了 然后在 因为疫情一发生 然后石油卖不掉 原有激活 价格跌差复值 买家 买家 他没有说是哪个买家 买家支付了500万美金的定金 但是 所以他不亏钱 可能跟这笔钱也有关系 我得问 支付了500万美金的定金 但是他 就是他们修改了六次协议 最后还是没有达成成交 最后还放弃了 就500万美金 我也不要了 他没说是谁 那么这个结果就直接就造成了一个什么事情了 就这个十几口油井啊 没卖出去啊 那你今天一看 哇 这太好了 我幸亏我没卖掉 就好比是说 你已经 对吧 这个 你已经 你已经什么 就是 呃 沉睡了十年 十年前你买了苹果公司的股票 对吧 然后你跟你 你好朋友说 呃 你跟你老婆说 你你把我这个苹果股票卖了啊 对吧 但是你你你你你你老婆忘记了 对吧 他就醒过来一看 十年之后醒过来一看 哇 赚了很多钱 对吧 大概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十几口油井 就每一口油井都是一个下蛋的 下金蛋的母鸡啊 让一下子 对吧 本来这十几个下金蛋的母鸡就给了别人 这就好比是疫情前 这个口罩厂啊 本来就跟人家谈好了 这个口罩厂我卖给你啊 对吧 然后人家阴差阳错的最后没没给钱 的还给了定情 对吧 结果后来没钱啊 他跟你说这个交易取消了 那然后你一轻爆发 你会发现 哇 我这个口罩厂发财了 跟瑞的 跟瑞在十月三十号宣布交易不成功的感觉 其实是一样的 哇 这个这个这个多赚很多钱 好吧 那然后呢 在十二月二号 也就是说 也是去年年底的时候 他们又在 呃 这个 好像是在什么 德克萨斯 对 在德州 德州是著名的红州啊 所以 德州对 德州有很多矿产 很多资源 然后德州对吧 这个在德州 经营是比较的呃 比较的有保证的 因为他不太会有那种莫名其妙的这种 对吧 德州是红州 你明白吧 所以马斯克也把公司搬去德克萨斯 对吧 欧瑞口也把公司搬去德克萨斯 所以瑞这家公司就在德克萨斯 总部也在德克萨斯 而且呃 原有期货交易所也在德克萨斯 所以德克萨斯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我当然我不太清楚这一口油井意味着什么 反正应该作为那么重要的一个事来讲的话 这个油井估计产美应该不错 对吧 大概是这意思 那他是在美国最最能产油的那个盆地里面 所以这应该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核心资产 所以这口油井应该mean something 就是很有意义和价值 然后国际原油价格 我觉得国际原油价格会长 然后瑞应该补偿 因为他不应该是五毛钱的价格是合理的 五块钱的价格才是可能是合理的 或者是现在创个新高也应该挺合理的 因为你看那么多的好事都轮到他头上 对吧 坏事也能变成好事 那为什么不能创新高 对吧 所以这也意味着从趋势上来看 从目前近60美金一桶的石油 以及技术的突破 以及后续的新进入者被拦下 以及欧佩克的检查 以及新能源 新能源 无论现在哪个国家 无论哪种技术 无论哪种方案 都没有办法取代全球能源市场的 百分之十 两位数的 第一位数 一位数都不到 就百分之五都不到 对吧 这就是现状 然后你说未来的两年 它能不能升到两位数 不可能 几乎告诉你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无论对吧 左派道的表 他们唱得有多漂亮 你就记住这个事实 就是现在人类是没有办法摆脱石油和煤炭的 现在没办法 那当然不代表将来没办法 是吧 但是日子你得过啊 对吧 你得一天天往后过 对吧 你总不能说 这个接下来的两年 石油公司的估值 就赚一大堆钱 然后股票 算了 那它私有化就得了 我是私有公司 那我就直接私有化就好了 很简单 这道理 这个瑞这个公司的总市值 总市值 所以我觉得很可笑 这个公司的盈利能力 如果对比的 接下来的盈利能力和总市值的一对比 总市值一个亿不到 那个时候是一个亿不到 而这两天涨了一下超过一个亿 大概1.3亿对吧 我其实还有一个国票证 我觉得要不我把它买了 就大概是这样 所以这是极其不合理 极其不正常的情况 对吧 因为我觉得360行 行行出状元 你不能说一个行业 你就那么的 那么的看不上 因为它也是一种社会需要 对吧 如果它被严重低哭了 那就是你这帮机构 或者这帮投资者 集体的 这个 要不就有意的 要不就 就反正就是 很不合理 对吧 那不合理 我们就让它变得合理 那不对 就大概是这样 那么 那么接下来来看的话 能不能fly to the moon 我们要看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很高 然后盘子又那么小 然后我们也有一定的话语权 因为只有在这样的一个盘子当中 我这个大V带上我们这些 相信我的那些 那些朋友们 对吧 散户们 我们集结起力量 我们就有足够的话语权 我们就 对吧 然后这个价值投资逻辑 被很多人看见 那它当然应该归复到一个 比较合理的价位 所以我比较相信这一点 那我们看看这10天会发生什么 那我觉得10天之后 10天之后我们要重新评估 因为那时候是到什么价格 这是第一个问题 你举个例子来说 今天就翻一倍 明天又翻一倍 后天又翻一倍 那10天之后 当然你已经疯了 对吧 那这个时候变成100块了 那你问我 我们还能不能拿着 如果从价值投资的角度 那当然不能拿着 对吧 所以不好说 那这个就 你只能省事多事的去分析和判断 大概大概是这样 所以不要告诉我目标价位 也再也不要问我这样的问题 因为股票 股市 股市就像啤酒 这个啤酒 这个茶没有泡沫 啤酒就有泡沫 有泡沫的啤酒 肯定会比较好喝一点 所以呢 我通常不会去估计一个股票的目标价位 不准 从来都不准的 对吧 我只 我只会比较动态的说 听现在的天使地利量和各种要素 加在一起 再加上我自身的仓位的情况 各种因素来决定买卖 对吧 当然 我可以很简单的告诉你一个事 我去买一些东西的时候 总体来说 如果连翻倍的可能性都没有 我是不会买的 明白吗 所以 因为这不值得我冒险 如果连翻倍的潜力都没有 那不值得我冒险 所以 你问我目标价 底线目标价 底线目标价就是我只好买杯 对吧 至于 至于上不分顶 还是这个话 上不分顶 你看TOS TOS 我到现在我还有自由常委 DMDM我也只有很多常委 对吧 那你说目标价 我不设目标价 所以不要问我这样的问题 所以这个思考是 我们接下来 这个行业的 这个资本投资市场的行业的规则 游戏规则 可能因为GME事件 这个延续出来的 社交 社交媒体等等 引发出来的一些变化 我觉得 会有变化 而且这个大家不要 不要被一些洗脑式的 就 韭菜割韭菜的那种逻辑 没有 不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每个人 作为一个投资者 都应该对自己的投资行为负责 你如果这个时候 你是无脑根 对吧 那你的购买理由就是 你相信某个人 然后 如果你是一个理性投资者 那你为你自己的买卖决策 付自己的买卖决策所产生的后果 那你是投机 投机的原因 那你就要承担 你也可能因为投机 然后就赚到很多钱 你也因为投机可能会 把这个投资款全赔了 这个就是因果关系 所以我也不觉得 就正常的理解 就不是谁去割谁韭菜的问题 当然 除非那些机构 是有定价权的机构 那他真是割韭菜 因为他说了算 他能够让股价精准的听到 以分为单位的 那你说 他不是割韭菜 他是什么 对吧 那我们尽量 形成这样的力量 因为这是一种 博弈的力量 那我们应该 应该努力修炼一下 通过 通过现在 越来越倾向于 这种社交属性等等 这些工具吧 然后把更多的 力量集结在一起 所以关于累 关于累 很简单 两件事 十天之内 不要卖 买可以 卖就别卖 第二件事情 就是多分享 就是传播 我们那个购买理由 让更多的人 可以思考 理解和判断 还是这个话 其实我也塞了我的单 对吧 我也不是说 我把文章写完 我先买了 买了一大堆 埋伏在那里 对吧 我觉得我也做不出来 那我的做法就是 我写完这篇文章 我想清楚了 对吧 然后我把文章发出来 大家看见了 对吧 看见了 然后我跟大家一起买 所以我的价格 很多朋友 很多股友 价格比我便宜 对吧 你去看我的交易记录 我也就是拉高股价 对吧 我觉得我如果我都不这么做 那我凭什么告诉 第二天买的 第三天买 第四天买的 对吧 那他们也没有理由去买 对吧 我说不定还会加仓 这个看我整个持仓的情况 以及我对这个形式的判断 反正我认为 这十天之内 应该我们的力量 能算点数吧 也许我高估了 如果我高估了 我们的力量 那我就知道了 我们以后我们这样的游戏 我们就尽量 就少玩或者不玩了 就是没有下一次了 如果可以 那我会找 我可能会 比如说我们一个月玩一把 类似 对啊 所以看大家 好 然后我们就就讲讲今天 负责的两个股票 就是神调侠侣 神调侠侣 主人公就是杨过和小龙女 那我给杨过找的对标的公司 就是富途 就是我们在用的那个股票交易 APP软件 富途 那么小龙女呢 我们就选了 我就选的是 Bilibili B站 这两个公司 我都买过 富途是最近买的 最近买过的 Bilibili我买的比较少 今年 今年 就是股灾的 股灾的时候 我记得是20 21 2块吧 21 2块我买过 Bilibili 然后 我卖的也比较早 那个时候 后来特朗普的那个贸易战升级的时候 包括要自裁 各种自裁的时候 我把Bilibili给卖了 就是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22块3毛3 好像是 22块3毛3买的 还是24块多 反正就赚了一点点 我就走了 因为我担心 我所有的中概股都卖了 那个时候 我唯一持有的一次中概股 就是Bilibili 对吧 然后因为中概股的关系 自裁的关系 因为这种关系 我就把Bilibili卖了 那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 状况 这是关于我指上的情况 到后面Bilibili我一直没有买 但是 富途是让我下决心做一个例外的 实际上我对他们的关注已经很早很早 好吧 那我们先介绍富途 我认为介绍富途的时候 我们要从GME事件的逻辑开始来讲 就是GME的事情 其实告诉我们社交 比如说Wall Street Bets 对吧 这样的社交传播 大V 以及三呼抱团 它至少形成的舆论 关注 就是传播性 它会有一个滚血求死的效应 然后 这样的通过 通过社交媒体 通过信息传播 通过意见领袖 这样的一个方式产生了一个一种叫全新的私利 而这个给现有的资本市场带来了一个 现有的旧资讯 资本市场的旧资讯带来了一个 一个重大的冲击 我不认为这叫混乱 恰恰相反 这就是应该叫变化当中的市场 它是一种健康的体现 谁说 你们割韭菜 你们也变得花样割一割 你们也把方法升级升级 对吧 你总不能说 你又用那个 你玩了几十年的套路 你就反复的搁啊搁 对吧 你也才说不过去 所以市场就要允许变化 对吧 这才是一个欠商的市场 而不是 把网线 限制交易 把你服务器给当了 这叫耍流氓 对吧 那么 那么这样也意味着 券商 这时候我们就要来讲券商 到底未来的券商是 什么样的券商 是一个好券商 什么样的券商会有光明的前景 和未来 券商这个行业应该是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接触过 作为一个股民 我们都接触过不少的券商 不止一个 肯定不止一个 比如说 在大陆境内的 你可能接触过像 童话顺啊 像大智慧 然后像什么长江证券 还有各种各样的证券公司 他们提供的一些 比如说交易的系统软件 对吧 大概是这样 然后我们会有 在境外的 不好意思 我们在境外的一些 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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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友 你们会接触什么 Robinhood 比较受欢迎 然后什么 营透啊 对吧 那我不是特别熟 我都大概能知道一两家的公司的名字 然后你也会有一些 比如说银行提供的一些证券服务 比如说像 汇丰银行啊 等等 他们提供的一些证券服务 大相近平 都不一样 是吧 能力差别也很显著 有一些烂的 有些烂的 他连你赚了多少钱 他都算不出来 对不对 好的 好的就像浮图这样 就是 你几乎挑不出毛病来 你应该这样说 你几乎挑不出毛病来 然后我对 我 我 我复图 我用了 三百年 大家看到我有一些赛 我是一个 我是一个软件公司的老板 然后 我自认为我是一个 很出色的产品经理 体验设计 体验设计师 如果从 从我对一个股票 APP来说 就一个券商 我认为 APP是一个券商的 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就是 它代表了用户体验 如果作为一个产品经理的角度上来说 我认为 浮图的APP做的真的是 太出色了 非常出色 无论从功能细腻程度 体贴程度 以及功能丰富 以及它的可靠性 这个真的做得非常的优秀 我 我表示 我表示由衷的称赞 所以 包括它配套的一些功能 除了这个公司经营的时候 比较小气一点 其他人都没什么缺点 给我寄了一个 得奖 给我寄了一个 明显是零钱包 零钱包明显是五块钱的东西 义务市场 五块钱的东西 当然这个没关系 这也不重要 对吧 这个浮图的风格 就是这样的 这样的风格 也无伤大雅 对吧 这没关系 因为东西做得好 这个是关键 当然能提高一下 就提高一下 你也太寒碜了 这个还不给你发一个精神 精神的虚拟物质 也好过于这个 就给我女儿抬都不要 对吧 你说是不是 有一句说一句 但浮图这个公司 产品做得真是棒 所以这样就引出了一个话题 什么样的券商 是一个券商发展 未来发展的关键 到底是什么 这是一个关键问题 我认为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是股民的数量 也就是说数量很重要 数量代表它的影响力 它的传播 因为数量 有数量才会有质量 对吧 然后 如果旧资序发生了一些变化的时候 这些小散户也可能会变成大V 小韭菜也可能变成大户 对吧 也有可能 所以 数量乘以质量 质量是它的交易能力 交易规模 这个构成了这个券商的发展 发展的空间 对吧 因为数量可以带来更大的数量 传播性带来更大的数量 所以它的关键其实是量 数量乘以质量 这样的量的关系 第二个 我觉得对券商来说 就是它的capability 它的能力 也就是它持有的牌照的数量 它能做哪些交易 因为 如果它的 投资的 非常的单一 投资的方向 非常单一 投资的品种 非常单一 它就会 它就会很难 粘得住客户 或者是说 当有了 比较了之后 这些客户就会流失 那我会认为 富途在这个部分 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你去看 它能投资 港股 不用说 它因为是 香港自拍的权商 它能投资港股 它能做 投资美股 好像应该也是 美股的自拍权商 然后它也能做A股 全球最重要的 三大市场 它都能做 你看 这个叫领域 领地 全负贷 牌照 它能做正股 它也能做期权 好像就有一个 优的股票 就是 Warrant 现在还不行 对吧 其他的都可以 我发现其他的都可以 Option OK 对吧 就Warrant 不行 那我希望这个部分 有所 有所改进 但是它已经是 几乎是 现有的 全市场来看 包括A股 在那样 全市场来看 它可能是拿到牌照最全的一家公司 对吧 这就是的 当 当它在吸引 投资者的时候 当它在吸引投资者的时候 你会觉得 我这边 各种交易都可以 各种限制都没有 对吧 那就很好 这第二个 很重要 第三个 第三个是 在使用什么 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 APP的社交属性 就作为一个 炒股软件 如果它带上社交 那就会非常非常的有用 非常非常的吸引人 非常非常的厉害 我用过浮图 我会对别的 券商的APP 就会完全的失去兴趣 而且它有排他 比如说 我在复杜上 也有收到老虎 应该这样说 我有收到 某小虎 小虎证券来找我 说去他那里 那我问他 那我为什么要去 有什么理由要去 你那样发个帖子 你都要做内容审核 不让发 反正审核完了之后才发 那我会觉得 那就会极大的 极大的打压 我作为一个内容创作 内容分享者的一个热情 我会说提供 你要这样做的时候 你就根本压根而就没考虑过 内容最重要的内容创造 创造者的换位思考的心情 对吧 无论你什么原因 你说 你说任何原因 说不可以这样 你一定要先有审核再能发布 I don't care 那我不玩可以吗 对吧 其实就是这样的逻辑 所以 社交属性就会使得 它会产生一个 一个特别大的年度 使得 大家打开的频率就很高 然后大家就会去看 因为炒股票这件事情 跟赚钱有关 简单来说 很多APP跟工作有关 对吧 工作是 我不得不做 赚钱 赚钱有天然的动力 对吧 所以你就会天然去研究 天然去看别人 天然去思考 天然去分享 天然去 对吧 做各种阅读 对吧 连这个都不感兴趣 那就说明 其实你就不应该赚钱 对吧 是不是这个逻辑 就算操作业 你也得看钱多多帖子 道理就这样 所以这个很重要 所以社交传播属性 就会变得 对一个券商来说 变得极为关键和重要 对吧 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 复权上有一些 人没有交易记录 但是呢 它很活跃 或者说 它一直在用 那我问你 它是不是哪一天 就把那个路径给入了 账户给开了 我觉得是啊 否则你不是觉得 挺搞笑的吗 每天十小时 打开这复权 在那看 但就是不拿它来 进行交易 然后 然后交易的时候 一定要打开另外一个APP 去交易 那有也有 但 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他们原来用的不是复权 然后因为我用了复权 然后因为看到我的帖 然后用了复权的交易功能 然后伯果融资功能 什么T加林等等 这些 这些好处 之后 他一对比 哇 这太方便了 然后我们金老板 金老板就把 就把他们那个 划什么证券的 清仓 清了一点点清 清了 然后再把钱 赚到复权里面来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好产品 自己能说话 这个我是比较喜欢 非常欣赏 这样的公司的 具备了这三个要素 是吧 你看这三大特征 第一个牌照 就能力 然后第二个是APP APP的交易的可靠性 就这个系统做得很好 稳定性很高 没什么bug bug很少 然后交易速度也很好 那就很好用 然后他又给你配一些 融资的能力 虽然融资的比例比较小 比例小也比较安全 也好的 就APP的交易能力 可靠性软件功能 对吧 包括对吧 T加零啊 等等这些规则条件 对 组合得很好 第二个 第三个 社交传播 社交 社交的能力 分享 到朋友圈啊 到哪里啊 到哪里啊 都是东方的 对吧 也方便你去传播 因为你在传播的时候 就在传播它 所以 所以这个会飞 这三驾马车组合起来 这个组合权非常强的 对吧 所以我对富途的股票 我其实买了一些 之前买了一些期权 我大概是在 他 因为第一轮 我其实是忘记和后悔 就是说 可能在 最最三脚下 就 就 就 四五月份的时候 我其实已经 已经把富途放到 呃 严密关注列表 但是一直没下去 已经买 然后看着它涨到五十级 然后又掉到 掉到三 三十级四十吧 我记得可能我是 反正我是抄 抄在那个 上去下来 那个 那个底 然后就拉到 一百多 对吧 那一百多 一百 一百多块的时候 我 我 我 选择清仓了 但是 做这期节目的时候 我又对富途做了一些 仔细的考量和评估 当时我在抄那个底的时候 我会说 富途绝对不应该 一百亿美金不到 这样的一个市值 呃 我很早我也发过帖 然后我记得富途有一个 工作人员还回复过我 所以意思就是说 哎 你看我们富途公司还不贵啊 对吧 我记得那个时候可能五六十亿吧 五六十亿美金吗 是啊 我也同意 五六十亿美金太便宜了 对吧 嗯 呵呵呵 我也富途也涨了不少 杨过果然厉害 名不虚传 对吧 嗯 然后我们再说 嗯 当然涨得太着急 其实是不好 所以会吓到人 如果富途涨的速度 如果慢一点的话 再慢一倍的话 那我估计 我 还不足以 还不足以 让我 让我把它包掉 就大概是 那我应该会 会买回来 只是什么样的价位的问题 我现在没有富途的仓位 富途现在更多的客群 应该还在香港 香港 就反正是华人圈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香港的用户比较多 然后 其次可能是 是美国 对吧 就其他的地方 嗯 呃 大陆的市场的开拓 它因为 应该也还是受 受一点 制约和影响 呃 但是在 大陆市场的 大规 呃 大规模 大商旗鼓的铺开 来变成一个 举足轻重的 啊 一个 券商 呃 的 包括退广 呃 看到这个市场层面的时候 我觉得 富途的价值 就会大大提升 呃 然后 另外一个 就是 就是说 第一个要素 催化要素 就在 在那 内地市场的 这个 这个普及嘛 啊 现在还不算 呃 然后第二个 它的拓展的空间 是在于多语言 我认为这个事情 不是那么困难的 呃 多语言的版本 来面向全球的投资者 呃 呃 因为富途的很多功能 其实很好用 这个多语言 更多的是在社交属性上的 这种内容分享的多语言 呃 这个事情 我觉得 其实 Facebook也好 还是呃 油管也好 我 我会觉得 现在已经 有不错的技术 能够 能够做机器的 翻译啊 等等 呃 所以我觉得 很多帖子 把这个多语言的版本 加上了之后 让来自于各个国家的 这 这个社交的能力 呃 就是因为股票 因为点评 这些能力放在一起的时候 我会觉得 他能打开一片更大的市场 呃 而且技术上是 现在是呃 possible的 make sense的 他也应该这样做 那如果是这样 我看好 富途会变成一个千亿 千亿美金级的公司 啊 那这个 看他是怎么做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你 你可以看到 富途是 他 他是 腾讯的 腾讯的 这个 这个 前几号员工 出来 出来干的 好像是 曾经是 腾讯的技术高管 还是CTO 我不太清楚 所以你去用这个软件的时候 你能够感受到 腾讯系 或者是呃 腾讯啊 微信啊 就这些 这些级别里面的这种 质量和能力 对吧 这种包括用户体验 这个你能感受到这个味道 所以是 是很厉害 就非常懂 呃 一个 证券的app 和社交的结合 和背后的 这个画选反应 这个和能力 所以点赞啊 这个李老板 对吧 李老板给你点赞 可以的 绝对 绝对可以 好 然后我们再讲一下 第二家公司的 就小龙女 对吧 小龙女就是 哩哩哩哩 B站呢 它是一个 社交媒体平台 呃 富途呢 它 是一种社交属性 而BitBit是纯粹 就主业就是 社交软件平台 虽然它 虽然它主要的收益 并非来自于 呃 社交媒体平台 所给它带来的收益 对吧 这就好比是 腾讯的 奶牛业务 是游戏 而并非是 它的微信 也并非是 对吧 对应的支付 对吧 也并非是广告 最大的收益 是游戏 所以从生意模式上来说 B站也好 呃 那个富途也好 它们都是腾讯系的 所以它们身上 都有很多 腾讯的 呃 基因 腾讯的烙印 对吧 B站的生意模式 跟腾讯很像 而 而富途的 而富途的 那个 那个 社交属性 就产品 产品力 产品的基因 和腾讯很像 所以我在选 我在 我想介绍 这两家公司 我第一个反应 我就想到了 神调小李 就是他们互相喜欢 对吧 杨国 杨国喜欢小龙女 就像富途喜欢社交 他一定要带上 社交的属性 对吧 你去看小龙女 小龙女喜欢杨国 那 对B站来说 他非常非常重要 我记得没错了 可能是大半年之前 B站还没有超过 100亿美金的时候 在资本市场的 估值和定位 100亿美金 对他来说 就有点像生死线 所以在资本市场的 价值被认定 对B站来说 意义重大 因为他们 B站这样的业务 它是需要持续的投入 持续 有持续的资金支持 当然他已经被逼着说 要去做游戏 来去做他的社交 就像腾讯 这个我就要讲到 就像小龙女跟周伯通 学了左右互博之处 空平权 这个空平权 这个腾讯 虚主其实也会 一边做游戏 赚了很多钱 一边做社交 这个社交呢 就可以保持什么呢 保持一个公司 对社交平台 保持对利益的克制 对收益 短线收益的克制 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要不然 你这个社交平台的 用户体验 就会 一下子就会失控 因为你有太多的商业花 太多的广告 太多的东西 签在里面的时候 这个就会 就会带来 很大的免性问题 或者是冲突 或者是客户的流失等等 因为首先得保证 对吧 但是如果 作为这两手 这个是个流量入口 然后我有一部分流量 我可以转发到 通过游戏业务来变现 那游戏业务最缺什么 游戏业务最缺的流量啊 你去看看 那个三七户雨 对吧 它55%的营业额 用来干嘛 用来买流量 也就是用来打广告 你先让开 所以对一个游戏来说 除了产品要做得好 以外 当然特别棒的产品 自己能说话 无庸置疑 但是更重要 还有一个事情 同等重要 同等要命 就是你哪来的流量 你是不是能获得 持续获得低层门的流量 而这个时候社交平台 显然具备非常强壮的 不缺流量 非常有流量 这就是为什么阿里 杰克玛同学说 我就不会永远跟我做游戏 你看 做了吧 死不住 这个实在太赚钱的业务了 但是在川普任期的时候 作为一个中概 而且作为内容 有内容的 就是做内容平台 因为你看在我们这儿 对吧 他有什么 都是喉舌 又不是美女 所以我们的自由度是有限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 在川普的任期底下 那B站是自带天雷的 我认为是自带天雷的 所以这只有风险 带天雷 也不意味着天雷就一定批到 对吧 但是一旦批到 你就外交里嫩 是不是 所以我不后悔 我做了20多块 卖掉B站的选择 我不认为 因为是的 这一次我做错了 但如果我只要我的投资里面 带上那些侥幸性 那我有一天一定会被某个事件 批到外交里嫩 应该是这样来理解 所以杨过小龙女 小龙女杨过 小龙女 其实就 就因为是 B站是一个社交媒体 因为又是在 在大陆地区的一个社交媒体 所以 他 你知道我们的 这个叫强国吗 强国就有他的特殊性 这个用小龙女来形容 也比较贴切 高人 与世隔绝 独木派 其实不允许他独江湖的 各种各样的巧合就出来了 各种各样的巧合遇到杨过了 对吧 然后 对 对应起来就很接近 然后第二个是说 B站的业务模式 这业务模式 其实组合的是很好 很对的 游戏和长视频 那 讲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就要讲一下 B站的长视频 就是你看 像我这样的节目 我需要来选择的时候 其实 B站是一个不错的 选择的空间 游玩 国内的用 看不见 然后B站是 外面的世界 里面的世界 大家都能看 对吧 所以 B站有这个能力 那么长视频和短视频 比如说B站对比抖音 那我会说 是的 抖音的 它的短期商业价值的变现 是不错的 因为 它的阅读量 通常 短视频和长视频 受众群体不一样 短视频 抖音快手 他们针对的 更多的用户 是那种 就笑一笑 过去了 或者有时候 甚至还有很多恶俗的东西 对吧 三观不正的东西 对吧 那三观不正的东西 通常人员都很喜欢 就很正常 在长视频 长视频是什么 长视频 它其实通常都是叫知识传承体系 比如说我们的 多多美洲戏谷的节目 这样的节目就是 你短视频 你是讲不清楚的 对吧 当然不是说不能做 也能做 但做完 做完你就不是那么回事 那就算了吧 那么短 而且是自制性的 那就写片小短文 丢出去就完了 是不是 就像我以前写的水底 一样 再写短一点 最后写成 只要在富途 富途发个牛牛圈 不就行了吗 富途发个牛牛圈 你看 就像我今天发的 什么什么股票 对吧 带马签进来 然后给他配一张照片 然后再卡一个标题 结束 对吧 传播 传播就是这样的传播 但是 长视频是什么 长视频是在讲理论 在讲学习 讲知识传承体系 这的确是受众群体比较小 人也比较少 但是价值很大 因为对这些人来说 这个价值就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你只有讲得到位 讲得清楚 然后人家才会真正的有所收获 因为它不是娱乐节目 对吧 它是知识培训传承体系 大概是这个逻辑 所以从长线上来说 我说 以油管 以B站作为代表的长视频平台 和对比于短视频的平台 比如说 抖音 快手 TikTok TikTok 海外版 对吧 那他们的商业的侧重点不一样 你说短线价值可能 我们看到 快手一商市就是万亿 肯定级的 B站现在就 也是三四百亿美金 对吧 三四百亿美金 对比就是 千亿 两千亿 两千亿左右的 这样的一个市值 那对比短视频好像 好像还是 还是 很少的 但我会认为 就长期和长远的价值上来说 包括竞争性和替代性的角度上来说 长视频显然更有年度 你不信 你试试看 油管到底会有多少个同类竞争对手 对吧 并不是说一个长视频的平台就不能放短视频 你说是不是 因为但是你一个短视频的平台要做长视频 其实也是蛮困难的 相对来说会更困难 因为这个基调是什么 基调就是 大家去上什么平台 产生什么样的定位 以及什么样的内容创作者 在上面做创作 这个定位其实是关键 而B站在后端的那些事儿 其实是挺有野心的 挺有挺清楚这件事情的 对吧 他没那么急功近利 所以这些都是腾讯系很棒很优秀的基因 这个是比较优秀的部分的一些基因 所以有一块游戏通过社交拿来的流量 不断的去灌那个游戏业务 让游戏业务产生的高额的利润 来反补到整个平台 对吧 在后面还有一个爸爸 腾讯爸爸 怎么着都身上带上很多护身服的 不怕对吧 左后台右后台都很厉害 然后又会左右互搏 这两套武功同时死的时候 那个威力是很大的 所以B站是一个不错的功夫 当然还是这个话 B站长得实在太宽 长得也太高 令人令人差异对吧 那你说现在市值小呢 也不算很小了 对吧 发展前景 短线上来看我的评价 短期 应该不久的将来 B站就会在香港上市 对吧 假如香港股市能够保持维持现有的强势 甚至会变得更强势一点 那我会说 现在B站 因为香港上市的关系 它还会 快手都变成这样 B站 大涨一番 大涨一番回过头来 对美股的B站来说 会不会有拉动作用 我说应该也会吧 肯定会 对吧 那长期 长期对B站的利好是最重大的利好事件会是什么呢 我认为 就像你现在在油管上开店了 对吧 你油管的通过油管支付 对吧 通过油管支付了之后 油管抽成 那你就等于是油管大商场 对吧 B站大商场 那你说 对B站的收益会不会有 有 有 巨大的想象的 腾楼的空间 以及固执的上升的空间 如果 把电商做起来 B站把电商做起来 那我会觉得 B站也是个千亿美金级的工夫 我是大概这样的狭想 如果富途的老板看到我的视频 或者B站的老板看到我的视频 可以好好考虑一下我的建议 风险 我认为B站也是有风险 相对来说 它的风险比 比富途的风险肯定要略大一些 甚至要更大一点 富途也有监管的风险 金融牌照的风险 对吧 蚂蚁金服了 你富途服不服 对吧 我觉得肯定是要服的 对吧 道理是个道理 但我相信 腾讯系的人通常都比较低调 也比较理性 不像Jetma同学 那么的张牙无爪和分头无量 比较窄 对吧 腾讯系通常都比较低调 所以还好吧 棒子敲起来 就算被敲了 你们也不知道 大概是这样 B站的风险 我说说B站的风险 B站风险 第一个 它的游戏业务 它的奶牛业务 它肯定会受内地不确定的游戏 游戏行业的监管政策的影响 这个肯定会遇到的 第一个 游戏业务受的 就奶牛可能会被人家 几下 对吧 第二个 社交媒体 包括自媒体 B站这样的自媒体 包括我这样的在内的 都会受到不太清楚的变化和影响 对吧 什么原因我就不展开来讲了 最近也有在传 对吧 那当然 我们在我们这样的肯定节目里面 我们不太会带入一些 尽量不会带入一些政治观点 通常都尽量不讲 实在没办法 也该讲也得讲 对吧 但是 但是你作为一个平台上来说 你在我们党的领导下 你得扶起这个责任来 那你这个时候因为会出点什么 幺蛾子的事情 造成你平台受什么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风险一直会存在 肯定存在 对吧 所以这是它作为一个社交平台属性 而且在国内 对吧 你看在国外 在国外 你看那个Facebook Facebook多牛逼 Twitter多牛逼 对吧 总统都不放在眼里 你让他们来我们国内试试 对吧 你要不不想活了 你坚持就是 对吧 是不是不想活了 但我们在国内肯定不行了 是不是 所以就他们在那销赏 所以从公司经营的本质上来说 Facebook也好 Twitter也好 这些公司 跟腾讯的级别 真的不是一个级别 我们腾讯 我们腾讯这些公司的 经营的能力和级别 和面临的复杂层 远超他们 水平也远超他们 这一点有一句说一句比较无视的 所以社交媒体的监管是他的第二大风险 那么目前来说 B站和复途我暂时都没有持场 但我觉得我有一个合适的介入点的时候 这两家公司我都会买 现在从拜登执政的角度上来说 这两家公司在中美对抗和竞争的过程当中 被制裁的可能性已经 就天雷的部分 我认为已经基本解除 不太会 就算掐一下也是表面掐一下 哎呀你坏啊你掐我 就类似是这个这个层级的明白吗 所以他们是就是B站和复途都是属于要掐一眼 第一轮不可能掐到这种级别的东西 更何况他们只是表面上看起来的那种那种样子 你知道吧 但互相给个台阶都下来了 大概我猜啊大概是这么回事 对吧 现在就是咱们习大大不肯 就连个台阶都不给他 就最意思 你知道吧 所以你就看这对家伙就继续唱戏吧 对吧 所以我认为天雷的部分 应该基本解除 所以系统性风险 该没什么 好吧 在今天我们大概关于公司的三个公司的介绍 大概就讲到这里 那么最后我可能会会会 可能我们还有点时间 我们可以回答一些屏幕上留下的一个问题 然后另外一个我最近也在想 我可能春节的时候我要好好想一想 就是我我也不断的收到很多 鼓勇们给我提的要求意见 能不能驾群啊 对吧 能不能提供会员服务啊 对吧 那我之前无论是帖子还是 因为有些事情我实在回不过来 我就不回来 所以请一定要理解 抱歉 因为我现在也有一万多个粉丝 对吧 这个10%的人给你发一条 我已经疯了 对吧 我好歹还是一个这个有主业的 然后是一个软件公司的老板 然后我也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我也有很多客户 有各种各样的事情 我能腾出来的时间来做这样的一档节目 或者是来回应大家 我不是客服 请一定要理解 我做不到 但我也有可能再考虑 我是不是有必要组织一点资源 然后为大家提供一些会员类类型的服务 当然可能是有偿的 我也在考虑 那大家可以给我一些feedback 就是说你给我一些反馈 对吧 如果大家愿意呼声很高的 那我可能也会顺应一下 那我就可能要去找一些资源来安排 就是因为我能花时间和资源很有限 那我目前还能做到 一个礼拜做一期节目 把我一些 所看到的 所想到的一个最及时的方式来告诉大家 自无不言言无尽 所以你会看到我们的视频很长 因为我怕错过一点什么 然后我也觉得说 有些东西讲清楚了 你才拿得住 对吧 然后你才能挣得到钱 因为还是这句话 短线是没有人是准确的 是不是 我只能保持 就是我是做一个理性的价值的投资 我觉得太便宜 我觉得它有很好的政治空间 就算买了会跌 我也会买 就大概是这样 那证明我是对的 就是我这套方法是挺好的 那唯一的一个就是 因为你没有做过 十个小时 二十个小时 最后找出一个 你觉得是个宝贝 对吧 那你当然 你当然没有那个自古信心 因为你没有付出代价过 我付出了 所以我得表我的代价 我付出完的时间成本和代价 以及我的思考 以及我为什么对他那么有信心 我尽量的讲明白了给你听 当然 你可能只能吸收到百分之十 百分之二十 有些人天赋好一点 吸收了百分之五六十 那这没办法 对吧 我只能尽量的把它讲清楚 好吧 所以关于 关于是否推出 大家是否期待一个 一个有偿的会员服务 那大家可以给我一些反馈 无偿的话 我真的不一定做得到 貌美如画的出外 太玩笑 好我们来看看屏幕上有什么问题 有一些 因为我不知道滚平滚过去了 我滚不回来 所以我从我能看到的第一条开始年 不会读披模 披模 已经被刷掉了 好了 用户ID的最好改一改 2856 怎么可以加到前种的微信 对不起 我的微信是我的工作和生活圈 真的是不佳的 谢谢 大家加我附图一样的 不是一样可以给我 给我给我发消息吗 对吧 真的加附图就好了 啊 大涨了是吧 我都还没来得及发波罗波罗蜜呢 对吧 等一下吧 好像今天没什么问题 对吧 大家都没什么问题 我聚焦都在瑞上 对吧 还记住这个话 十天 自买不卖 然后尽量转发 我们的 我辛苦写出来的 中英文双语的 对吧 我自认为写的很好的 是不是 OK 那如果没什么问题 我们今天要不先这样 祝大家有一个 祝我们大家一起 Fright to the moon 对吧 好不好 谢谢大家 而关于下一期节目 下一期节目可能 因为临近春节过年了 然后我的 我们公司的同事 我的搭档小鲜肉 他也很辛苦 他做了 陪我们一起做了很多期节目 做了很多制作 然后我们应该要放假了 我跟他再过一下 我们因为今年过年 哪里都去不了 所以下周一的时候 我看有没有可能 我们两个人回公司 再来做这一期 再来做一期这个节目 如果实在做不了的话 那我们可能 这个节目会停 停那么一两周 有可能是这样 好吧 那不管怎么样 反正大家在复权里面 都可以看到我一些帖子 什么之类的 对吧 好不好 那就先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 好吗 这个保持良好的心态 让我们把价值投资 做成一种享受 好吗 好 大家新年快乐 再见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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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